哈喽大家好,我是米糕 今天的主題打造系列是要來分享要怎麼利用視線插 在動森裡建造一個跟照片一樣的大樹 還有在樹上搭建可愛的小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我們就看下去吧! 在影片開始前請不要忘記幫我按個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的通知哦! 打造一個大樹景觀 首先我們需要準備至少6顆闊葉樹 20個以上的圍牆 2個兒童帳篷 3個娃娃屋 還有3張桌子 以上東西是最基本的數量 而物品的種類你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做替換哦! 我這裡先做一個版本讓大家參考一下 好啦,那都準備完成之後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需要建造一個5x7大小的高地 建議高地是建在第二層的高地 如果這個高地你建成第三層 之後就要跟我一樣要爬第四層 會比較麻煩一點 對於不喜歡卡第四層或者很不熟悉這個方法的導遊 就不建議你這麼辛苦啦! 建好5x7大小的高地之後我們再爬上來 在上面也建一個3x3大小的高地 高地的話要建在後半部的位置 如影片顯示的區域 那我們一樣繼續再來建高地吧! 那麼完成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來選柵欄啦! 因為我們要擋住懸崖裸露出來的牆面 我們需要選擇的是可以完整擋住後方視野的 因此建議選擇磚塊柵欄、石柵欄、樹叢 或者和風柵欄這些不透光的圍牆 其他會有空隙的就不建議大家選囉! 我這裡是選擇用和風柵欄來裝飾 個人感覺遮擋牆面的效果還不錯 遮擋完成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種樹啦! 在這些洞的位置我們把樹種上去 我們要在第一層種三棵樹上去 距離的話彼此要相連一格 第二層要種兩棵 最後最上面那一層要種一棵 不過由於我最上面那一層是第四層 沒辦法直接爬上去 那只好再來卡一次第四層上去啦! 其實我發布上第四層的影片以來 一直有人問我現在更新後還能不能爬 答案是可以的 這個老任一直沒有修正 現在就來為大家快速講解一次 我們找好這個地形之後在中間的位置放上花朵 選擇裝飾在這裡 然後對準花之後一個轉身 再示範一次 這樣子就很簡單的上來啦! 我們就可以把最後一個樹也種上來 接著我們回到最底下往上看 會看到其中兩棵樹的樹幹裸露出來了 要打造一棵完整的大樹的話 這兩個地方裸露出來就顯得很怪 所以我們就需要使用家具把它擋起來 而最上面也還有一個空間我們可以多加利用 先從最上面開始 我們需要先放一個桌子把它墊高 之後才能在上面放小屋子 底下兩個位置也是 由於我的桌子是選擇木製邊桌 這個桌子如果放正面會有書跑出來 所以我們放家具後要調整到背面 像這個樣子 這樣子我們再放小屋子上去 再轉視角時底下的樹就不會也一起跑出來啦 完成後是長這個樣子 就可以裝飾成樹屋的感覺 最後一步驟我們需要把底下的樹幹也擋起來 只需要留下一棵樹幹就好 這樣子會讓大樹顯得更逼真一點 我這裡是選擇用兒童帳篷來擋住 形成一個視野叉 大家可以選擇的東西很多 只要體積夠大夠高幾乎都可以使用 那麼最後我們就大功告成啦 看起來就很像一整棵大樹的樣子 上面裝飾的小樹屋也非常的可愛 我把時間往回調整 變成一大顆的櫻花樹 真的是美呆了 如果在底下擺放一些散音組合 應該更有氣氛 不過很可惜的是櫻花季已經過了 最後補充一下 如果是樹的話 大家也可以換成林前樹 或者果樹之類的 只要是擴葉樹我們都可以使用 大家就可以自由發揮啦 那麼這個簡單的視覺差效果就分享給大家囉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個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